时间过得好快已经结束了农历春节的假期 大年初六开工上班的第一天 新北市政府就在六楼的大礼堂举行了新春团拜的活动 市长朱立伦期许金犬年的到来可以福来忘来 市政建设胜利市民安康 并且齐勉市府团队以民为本 继续做好各项为民服务的工作 大年初六开工首日 新北市政府在六楼大礼堂举办新春团拜茶会 邀集了各机关员工及各区区长参加 活动一开始先由三重极美国小的小天使舞蹈团 带来了喜气洋洋的舞蹈表演 市长朱立伦在新春贺词中提到 在去年的经济年中以积善积福为期许 经过了一年的努力 新北市的市政顺利市民安康 而在新的一年金犬年的到来 则希望忘来福来 在市府团队的努力下 让每位市民都可以在新北市就业 就学就养没烦恼 这是一个忘年 这是一个福年 这是一个苟来忘的一年 新北市政更是如此 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 在我们新北市能够好生活 经济能够繁荣 更多的企业进租到新北市 更多的商业活动 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新北市 面对最后一年的任期 市长朱立伦则特别强调 绝对不会因为选举 或者是任期限制 让市民的生活有所影响 并且勤勉市府同仁 要持续以民为本 以市政建设为重要基础 不因为选举 不因为市长的任期 而有所影响 有所改变 我们对市民的承诺 以及对市民工作的服务 我们希望每一位同仁 在场的每一位同仁 以及不在场的每一位同仁 大家都能够秉持这样子的一个决心 以市民为本 以市政为我们最重要的基础 最后在市长朱立伦的带领下 各局处首长与在场的市府员工 大家一同拱手互到欣喜 用欢乐的气氛迎接开春的第一天上班日 记者杨邦耀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录像市长的第一天上班日 再次到处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